欢迎收看长春养生密码 很多人怕胖或者是想要减肥 对这个糖的摄取就会斤斤计较 不过其实糖分的摄取 也是有它的学问存在的 今天很高的事情 请到马杰纪念医院 营养医学中心课长 蔡依贤 蔡科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课长赶快请教您一下 吃太多糖或吃太少 是不是都不太好呢 其实就是比较容易有的问题 是吃了太多的糖 一般我们现在不论是在 我们吃的一个料理里面 比如说像糖醋的这种料理 它其实里面就加了一些糖 另外我们还是会 从很多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饮料类 我们也会喝到非常多的糖 但是我们自己都不觉得 我们在喝糖 对 因为觉得好像很解渴 又是那个水分 然后喝咕嚕咕嚕下去 其实很多糖都在里面 尤其像现在夏天 都不是只喝一罐两罐 对 我们今天好像也有一些示意图 让大家了解一下 说这个饮料其实 里面也有很多的糖分存在 可以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 今天帮大家准备了 六种不同的一个饮料 像这个是乳酸饮料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这边有很多颗方糖 是九颗方糖 九颗方糖 一颗方糖是五公克 这边就含了 这一杯大概300cc的乳酸饮料 里面就含了45公克的单糖 这个是汽水 它不是白开水 是汽水 汽水小朋友最爱了 对 这里面大概就含了35公克的糖 这是一般小朋友或甚至带人 都非常喜欢喝的可乐 汽水可乐 都很可怕 大概一罐300cc里面 大概也就含了 你看也是大概有35公克的糖 就是一般人 我可能就是怕劳累 早上会喝咖啡 就是三合一咖啡 上班族最爱的三合一咖啡 它就有5克的方糖 就里面这300cc的咖啡 里面就有25公克的糖 对 这个是我们一般很喜欢的茶饮料 它就是20公克的单糖 最左边那边是椰子水 它至少也都含有10公克的单糖 这么多 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到 你吃下去这么多糖 但无形中一喝就这么多糖在里面 那摄取太多糖分 对人体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是是是 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糖吃太多的话呢 第一个容易肥胖 那第二个呢 它非常容易导致 所谓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是油吃太多 其实事实上就是 单糖吃太多 它也会容易导致 所谓的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那另外呢 就是脂肪肝 那另外就是 还有就是所谓的胰岛素抗性 那甚至之后 也比较容易得到 所谓的糖尿病 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另外就是 还有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单糖 或者说我们吃了单糖之后呢 体重过多 以至于容易发生了一个慢性疾病 对人体好像真的是 有蛮多伤害存在的 那我们刚刚就是看到这些方糖 不过我们这个标准在哪里呢 人大概一天 要摄取这个标准值是在哪里 就我们卫生福利部来讲的话呢 它大概就是 你所需要的一个热量里面 大概只有10% 那它可以是 所谓这个单糖的一个来源 比如说1500大卡的女性 那它可能就10% 大概只有150大卡 那150大卡 因为一公克的糖 是可以产生四大卡的热量 所以大概就是 大概在35公克左右 那可是我们这样可以看到 这一罐乳酸饮料 它已经是45公克的单糖了 就远超过一些坚益的量了 那在国外是不是有对这些糖分 有做一些限制呢 是 在今年就是美国呢 就是他们有发布所谓美国人的一个饮食指南 它特别就要求要限制我们就是饮食当中额外添加的糖 那当然一般我们煮红豆汤绿豆汤 不加糖是不好喝的 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当下就是可以加一些的单糖没有关系 但是这些饮料类的东西呢 它事实上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个营养素 但是呢 它又让我们不小心的会摄取到过多的一个热量 尤其是来自于单糖的部分 所以其实像有一些甜品 它里面如果有加豆类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吃的 可以 可以 因为它有它的营养价值 对 而且这个豆类里面的糖呢 它比较像是比如说是淀粉的糖 而不是来自所谓的单糖的部分 那有一些小细节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控管一下我们摄取的量 比如说外包装上面一些标示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 是 卫生福利部呢 他们其实在最近呢 其实已经有就是要求这个包装食品的一个业者 他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示上面 必须要额外标示单糖的值 所以民众其实在选购这样的一个饮料的时候 或是其他的一些像冰淇淋 巧克力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看看它上面的营养标示的糖是到底有多少 那我们来选择 可以是比如说这个单糖类含量比较少的一个 食物的来源 那今天带来这么多饮料 感觉糖分都还蛮多的 那我们就也不可能完全不喝饮料 那如果真的想要喝的时候要怎么选择呢 是 其实今天帮大家带来就是 其实是市面上大家最常喝的一个饮料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 比如说一些茶饮呢 它其实是 标准它是无糖或低糖的 那另外有一些咖啡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买线泡的 那它就是可以不要额外添加这个所谓的单糖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奶类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用鲜奶加到这个咖啡里面 对 那甚至是一些手摇杯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在买的时候就跟这个老板说 我们要这个不加糖或者是说少糖 要克制一下 这句话讲出去就得到无糖饮料就没事了 其实我们这样就可以省了 像这个45公克的单糖 它就大概有180大卡的热量了 所以它其实我们其实不要 因为吃了这么多的糖 而是让我们导致肥胖这样子 那食物方面呢 食物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它的糖分是很多的 尽量不要去摄取 其实应该讲如果是在天然 含在天然食物里面的呢 它都会除了单糖以外 可能还有双糖 多糖 甚至淀粉的东西 那它可能也会提供我们人体 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 所以只要注意这个量就可以了 但是这边饮料的所讲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单糖 而且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营养素的部分 所以就是说食物的话 因为它有其他营养价值 所以它的伤 就是说它的不要摄取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平回来 但是饮料的话就变成说 只有这些热量跟糖分存在了是不是 好 所以糖类的陷阱 其实还蛮多的 有些看起来很健康 或者是说感觉没什么的液体 它确实确实有高糖分存在 有了今天 营养师给我们的观念 相信我们就可以避开 这些糖分陷阱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